熱鬧展開的臺北國際書展 今年邀請了三位臺灣的圖像小說家 跟紐西蘭的代表在寶藏岩住村創作 其中代表臺灣的藝術家安哲 他的插畫風格懷舊抒情 他還曾經在二零一三年 入選法國安古蘭漫畫節的新秀獎 而且他同一年拿下 瑞士前衛漫畫節的新秀首獎 他去年因為跨界演出偶像劇知名度大開 安哲不論在插畫藝術上 或者是在演藝圈的表現都備受矚目 一想世界帶你拜訪他的獨立工作室 有微風都要小心翼翼經過的森林嘎嘎比 住著一群嚴格遵守森林規則的居民們 他們敏感又保守 嗓音溫柔念著自己寫下的故事 他是繪本作家 也是視覺藝術家安哲 外型出色的他還曾演出偶像劇 你今天一整天的戲就是什麼 你今天要學那些聰明的女生在你生日的時候跟別人 衝突比較多了 跨界成為新人演員 知名度大開的安哲 戲一結束回歸創作 用一個月的時間出版了自己第一部繪本 我很久以前就對於做一本書這件事情很有興趣 我覺得能夠做一本書然後這本書整本書都是你的一個 自己的美學啊自己的美學的一些想法跟概念 我覺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安哲的插畫作品以黑色為基底 光影的表現在裡頭很重要 跟他的工作室很像 不太明亮卻在各處都有一盞燈 圍繞守護這裡 平靜的嘎嘎比森林肯定不會是個精彩又有趣的故事 不過就在剛才一顆悄悄掉落的小東西 即將為森林帶來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 更正確的說應該是大麻煩 在不安分的繪本裡面 我大部分都用的比較冷的色調 冷色調裡面突然有一點點暖色調的時候 那個對比會很強的 但是如果我整本書都是很溫暖的顏色 我可能沒辦法很強調 刻意去講說那個溫度這件事情 繪本講的是勇氣和祝福的故事 裡頭藏了不少天文幾何符號 還有安哲創作生涯中最在意的物件 有突然回過以前早期畫的東西 或者是隨手塗鴉的東西 我發現都會有一些聖誕節的元素在裡面 我在意的其實不是聖誕節這三個字 而是我更加在意的是它背後象徵的東西 一年365天有一天是大家都可以收到禮物的 對 這個我覺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安哲的作品風格細膩抒情 迷戀打字機 黑膠唱片 雙眼相機等老東西的他 懷舊畫風在國際漫畫節上闖出一片天 今年受到台北國際書展邀請 與紐西蘭的詩人畫家合力創作 我一直都很嚮往這種很跨界的合作 不同屬性的藝術家他們結合起來的一個狀態 我也滿期待在台灣兩個不同文化 然後不同的島嶼之間的對話會是什麼 不斷接受改變卻依舊不忘本業 安哲選擇繼續用繪畫創作走自己的路 這天每個人都得到了同樣的禮物 在內心的深處多了個不凡的東西 叫做勇氣